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 据休斯顿记事报报道 前火箭主教练凯文·麦克海尔表示 火箭现在的战术打法对勇士极有针对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击败勇士 麦克海尔表示 其他球队想要在今后赛系列赛中击败火箭 就必须在某些时候尽一切可能让哈登失去球权 不让哈登与卡培拉打出空间配合 然而在如何击败勇士这个问题上 火箭处在一个独特的境地 麦克海尔说 他们在攻防转换中没有太多的失误 而勇士正是擅长利用对手失误的球队 火箭不是一支传球很多的球队 他们更像是在保罗或哈登传一次球后就出手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击败勇士 勇士有几个可以利用的错位 这次球迷表示 火箭目标总冠军跟勇士季后赛早晚一战 早上对双方都有好处 库里脚踝跟保罗的伤一样充满不确定性 去年不是保罗西部决赛受伤 露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半局赛刚刚好 大家都健康 真刀真枪干一场 好了 今天的赛事圈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